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的为大家来讲一讲呼吸的这个方法 我讲的比较简单 我们把呼吸练好了 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好的 可以放松我们的身体 放松身心的压力 将一些失眠多梦啊,焦虑啊 或者是胆小的都可以多练习呼吸 而且它非常简单 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 行、走、坐、卧都可以练 唐人呢,就是说去学的呼吸 可能给老师教的是不同的 我们先要理解呼吸里面有几种 一般情况下我们正常的就是 用什么,用我们的胸腔这个地方来去呼吸 如果我们练功都会刻意的强调 要把你的气沉丹田吸到腹部 就用腹式来呼吸 腹式呼吸呢,是在我们躺在那种地方 或者是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 才会用到的 基本上你没有刻意练习过 都是在用我们的胸腔 好,我们重点呢,讲的是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以后呢 还要分两个 一个是什么 顺腹式呼吸 大家都知道,一说腹式呼吸 好,我吸气向外鼓肚子 呼气向内收肚子 这就是顺腹式呼吸 那顺腹式呼吸呢,很容易学,很容易会 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就掌握了 我也不过多的讲 我重点来讲一下腹式呼吸 我把腹式呼吸呢 给大家讲完 然后再教大家怎么去用 究竟你用的是对还是不对 腹式呼吸就是我们在练功时候常用的 俗话说 顺人 顺着呼吸是人 逆先 就逆着呼吸 我们去修先嘛 修先这一种 就是练功常用的 它就是给你的腹式呼吸反正来的 我们这个干什么 吸气 肚子调调向内收 手可以放在你的肚子上 吸气 肚子向内收 好 气吸满 肚子收紧 呼气 肚子向外鼓 把你的手顶出来 气呼完 这样向外鼓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气下来了 沉到丹田了 整个人呢 是不一样的 大家用心在体会 再来一次 好 吸气 肚子向内收 鼻子吸啊 慢慢的 好 呼气 肚子向外鼓 好 把手顶件 整个身心就全部放松了 这就是逆腹式呼吸 也特别简单 而且呢 大家可以练个几遍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学会了以后呢 怎么去用 我经常有人问我 老师 我这个是鼻子吸 嘴呼 是不是 就是吸气 好 鼻子吸嘛 呼气 千万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练功中间 无论你什么时候 只要你是练功 只要你去练呼吸 只要你练功 八点五星系 还是练什么 都记好一点 不要用嘴巴呼吸 就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也不要去用嘴巴呼吸 出气 不用 当你用嘴巴吸气 呼气 那更不要 用嘴巴经常吸气 呼气呢 你的脸脸型会变得不那么好看了 我们经常要去学会 有意识的让你去用鼻子吸气 鼻子呼气 脸变得越来越立体 是吧 好 那我们再回到 以前有人说 老师 我练功的老师教我 就是鼻子吸气 嘴呼气 这个动作 在什么时候能用呢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用 就是在你睡了一晚上起来 早上开始练习的时候用 把你的鼻子这样吸气 呼气 用嘴 干什么 为什么要练这个 我经常的 之前带大家去练习 早上 就告诉大家 我们起来了 要打开窗户 找个空气清新的地方 去练习什么 练习土 顾 纳心 大家看到这几个 土 土就是我们的嘴 土顾 就是你的浊气 睡了一晚上了 纳心 纳是什么 不是用嘴 不是用嘴 吃是不是 只是用我们的鼻子 吸 这为纳 对吧 纳 有过滤的意义 吸进来 清气 对不对 吐出来 浊气 这才是用的 才会用鼻子 吸气 对呼气 这是土顾 纳心 明白了 好 学完这个 大家以后就知道了 跟着老师 除了练习土顾 纳心的时候呢 其他时间 一律用我们的鼻子 吸气 能用逆腐质 呼吸 就用逆腐质 呼吸 不能用逆腐质 呼吸的家人们 就可以顺腐质 呼吸 慢慢的去练习 练完了以后呢 像你的 世面东梦啊 身体压力比较大的 家人们会越来越好 一定要把呼吸练好 刚刚我可以 把手放在这里 大家呢 也可以把手放在 去感受你的呼吸 好 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要是想学习 更多的养人知识 可以点击左上角 关注我 下期见 谢谢